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科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演员牛俊峰 在《舍我骑谁》中 饰演盛景初 我是李兰迪 在《舍我骑谁》中饰演成了 各自用剧风角色的方式来互相介绍一下对方的角色 那个对方的 摄影初的 用盛景初的方式 我用盛景初的方式介绍 我用盛景初的方式介绍摄影初 对 假如你是成了 对 你介绍一下成了 好 你先来了 我想要怎么介绍成了 怎么介绍盛景初 大家好 我是盛景初 我是成了男朋友 我是成了男朋友 看我吧 我以成了的方式 大家好 我是成了 盛景初是我男朋友 盛景初是我男朋友 哇 谁这么演呐 别让你演员那么浮夸 那可不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一下你们在剧中的关系 天早地设 亲密盾牌 我戒不了你 想戒不了呼吸 满场的距离 哎 在西外表现方式是怎样的呢 我们西外的星主同事 后对护肠 对不过 反正也对不过他 当时知道要和对方演对手戏的心情是什么 心情十分的忐忑 因为蓝迪嘛 我这么好的一个演员 我这么好 我再怎么办 我一听说是小牛哥演啊 我真的 我好几个晚上没睡觉了 我就紧张啊 我就琢磨啊 我到时候跟他怎么演呐 哎呦 我那么厉害 看着俊风老是戏长大的 反正也怼不过他 可不可以互相评价一下 比如说蓝迪说 牛俊风是我合作过的男演员里最熟的 牛俊风会说 蓝迪是我合作过的女演员里最熟的 嗯 你先说 嗯 好好说啊 用真挚的眼神去告诉他 下一条 牛俊风是我合作过的演员里面最掉线的 最 最什么呢 可不敢胡说 掉线 他的掉线不是指 掉线是掉了网线 嗯 我刚跟他说 我说你知道Emo吗 他说Emo是什么 然后我问他说 我说你知道QQ弹弹还能拉撕吗 他说这又是什么 他都不知道 他说一会儿给我解释 他也没有解释 我还确实不知道 这不在我的知识领域内 嗯 掉了网线了吗 这不是在我的知识领域内 蓝迪是我合作的 手心最乱的女生 手心是吗 手文最乱 手文最乱 看他的手文的时候 当时没有把我吓唤 我说怎么了 这个 孩子有多少新事啊 我这个就是我们国家的指头线 四统八达 四统八达 哦 真实 吴老师是很厉害吗 看手机 没有正儿八经研究过 略知一二 就是现场用蓝迪的手文 可以解释一下吗 我可以啊 嗯 蓝迪的身体很好 嗯 他的智慧也很好 婚姻也不错 他很有钱 也聪明 我觉得但是在把一切好词往外粥呢 对 都挺好的 我看看啊 嗯 但是你要注意 比如是少上网 少行一些有的梅子的声音 对盛景初来说 成了就是什么一样的存在 就是 彩虹一般的存在 那对成了来说 盛景初就是什么样的存在呢 嗯 嗯 你说我说你都不用想 就是盾牌有样的存在 嗯 可以 嗯 就是一块铁 可以给他抵挡很多的伤害 呃 那在演艺的过程中 有没有哪些情点是你们觉得 甜到手脚缠缩的是不是 那能说到明天早上 啊 是吧 嗯 其实都挺甜的 而两个人是属于互相的 他不是那种刻意的 什么怎么样 您的女朋友此次抱抱比赛 会对您的状态产生影响吗 人在开心的时候比赛 状态是会很好的 那能不能分享一下 剧中对方做过的一件 让你特别心动的事情 在剧中吗 对 剧中的角色 你先 我觉得就是 盛景初给成了 弄了一个类似于那种照片展 就把他们两个从相识相知 然后再到有误会 中间这一系列的所有的事情 都用照片一张一张一张 然后 成了走到那的时候 然后盛景初还会跟他深情告白 你知道那场戏是我的主意吗 哦 你这么浪漫的呀 你不知道那场戏 这么有仪式感的 你不知道那场戏是我的主意吗 我真不知道 所以你说这个的时候 我还挺开心的 很开心了 这个是我跟他们聊的 然后出了这场戏 然后是一个人生可能直上盘兵的那种 说哎呀 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好 然后这些只是误会怎么怎么样 他是要你的真心 然后告诉他 你真的是在他的世界里 你是不能缺少的那一个人 所以你发现拍完这场戏以后 补了很多我了 我去拍你照片的镜头吗 嗯 对 那也是聊出一场戏 然后那个台词啊 包括画维音的那些都是你写的 哇 那两个戏好感动 真的 突然间的很开心被肯定了 有一场戏 其实是一个 对于盛景初来讲 是一件很重的戏 他的道德经丢了 嗯 然后再找道德经 完了他的 活已经散掉了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个时候 成了跑回来抱住他 抱住那一瞬间 他其实是争了一下 然后成了对他说 输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再给你编个图里 图里 然后我扶了一下 他脑袋知道了 其实这个虽然细节很小 但是 是很能够戳中盛景初的 给了他一股很强大的力量 对于盛景初成了两个CP名 你没有什么想法 他们说叫 盛夏 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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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是不是有这个名字 叫成了一碗剩饭 然后我还给我俩想了个CP名 上次我俩拍大致 然后吧我就想 我俩合一块 就是牛兰山 热品热味 牛兰山 那些什么成立碗 剩饭吃 这都是浪漫有点 好吧 最喜欢的还是呢 最喜欢的一句话应该就是 你是我生命中唯一的色彩 我真的觉得就是 nest to meet you 就因为其实盛景初跟成了 在小的时候 相识 相识 但是他们两个 后面谁都忘记了 所以我觉得再见面的时候 就是nest to meet you 其实我觉得也是 对于又想再一次见到 然后两个人爱的一种说法 有很多什么情话说什么 都不如明天见 所以我觉得nest to meet you 就是这么一个存在 突然间有没有心动的感觉 哪个可以不想谈了一下 对方在剧组上说过的球事呢 我都知道你又要说什么 我都猜疑到了 兰迪没有什么球事 兰迪呢 一直都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存在 他没有任何的球事 小妞哥也没有 但是我可能在别的情话里面说了 你们在此中以为是演 围起手一个饰演记者吗 在演艺的过程中 会怎么贴近这样的角色 多看多学 然后尽可能地把自己变成 跟他很相像 以他的方式去思考 就会变得很像 甚至 有一段时间你会觉得 你就是他 在那一段时间里面 你就会觉得你是盛景初 就是他 我们两个其实都有这个职业的特殊性 所以我觉得最开始应该 就是先从职业入手 现代戏我就觉得 你把这个人演的像 然后 大家会先从职业上面去认可你 然后 然后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 去贴近他的过程 其实 就是 在我们唯独剧本 跟拍戏的时候 每演一场戏 就是 对方都可以 给到我不一样的刺激 然后也会通过这个刺激 然后去 想我之后 面对这种事情 然后 我以成了是一种 什么样子的思维方式 其实我觉得 在戏里面跟 对手演员的这种碰撞 也是我贴近角色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是的 在那段时间 看到兰迪就会觉得她是成了 我想请她看的 我也会觉得就是盛景初 剧中有句台词我还挺像深刻的 我想让你给我加倍的勇气 那其实现实中 你们有没有做过什么 特别 觉得很有勇气的事情 让大家听了我没有修音的歌 刚录歌呢 录歌来着 我是简直就是射死现场 就是 我觉得我有勇气 我希望大家听我唱歌 就是我做过 就很有勇气 你就是要握出去的事 我也是 我很有勇气听她唱歌 对 美极圈的 拉斯加的三点 谁的人 出现还一角的天边 我算垮掉 拍戏过程中 笑场最多 是哪场戏呢 两位副导演叼的那个 这女人见 当然真是这样 就是 我们有一场是 接吻的戏 然后呢 我就选了一个 一招 我就说 要么她含一颗糖 然后我再把那个糖 一咬掉 结果 现场我们 那个有一个摄影大哥 跟我们戏里面 另外有一个 叔叔辈的 副导演 他们俩在那 跟我们俩演了一面 那个 那我俩每一次 只要那个嘴 就是快要快点的时候 就 我就拿了一只看 回来那个画面 然后跟俩俩演的时候 他俩就照我 就在那边 然后他们俩在那边 笑 那有尴尬的戏分吗 哇我有尴尬的戏分 来你讲讲 那有意思 反正我就在里面洗 然后呢 就据说健身器 后面就围着一群人 我就在里面洗 洗的挺尽性的 关键小牛哥拍那场戏之前 他一直在健身 然后吃的又非常清淡那种 他可能以为会带到他 整个上身 结果呢 只漏到了这儿 我没有 你说的呀 不是只漏到了这儿 是导演跟我说 主导跟我说 说没事俊风 没事没事 你要放心 我们不会怎么样 我就会拍你一个上身 就拍到这里 拍的时候就是 好 来 从上摇下来 摇好 摇着胸肌 摇着腹肌 好 来 俊风转身 再摇上去 再摇摇摇摇 再摇上了再来一遍 哪出了此刻 对方下来的钱 这多少钱 你会好不容易得借给他们 你借多少 你能借我多吗 你是多拿走 那我也是 多拿走 多拿走 钱乃身外 嗯 还就行 还就行 哈哈哈 下面进入我们一个最主爆料环节 嗯 谁是全力抢红包手速最快的人 没人发过红包 没人发过红包 谁最喜欢深夜网易云 深夜干嘛 深夜 又掉馅了吧 又掉馅了 这是我们正常网民知道的词 是不是 是我上网 但我不上网易云 我深夜我要睡觉 哦 我 我深夜 一到深夜我就特别容易移谋 然后 啊 移谋就是 要不让我走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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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想的比较多 就看多出善感了 人都是这个样子 嗯 然后吧 我一多出善感 我就开始 我就在网易云里面 就开始找 符合我情感的歌 然后我就开始把那个时间段 然后我的可能 什么感受卡 我就 我就找一首歌 我就往朋友圈一发 对 过一天再隐藏 谁最自恋的 朱佳琪 哦 朱佳琪最自恋 比较爱慕自己的肌肉 嗯 现在给你们一个现场吐头对方的机会 或者是对方有做一些 让你很不理解的事情 你觉得是什么 就小牛哥吧 我就觉得他这人可分裂 又喜欢喝茶 又喜欢 爱淘一些老物件 打游戏打得又特别好 我就感觉 一个很年轻的老人 兰迪啊 你看啊 这么年轻漂亮的一个小姑娘 很不注意自己的形象 因为我们那很冷啊 这个不怪 看到过60岁的大爷们 登着三轮 其实冬天登三轮很冷啊 就会买那种貂皮的那个围在腿上啊 他就在那那么围着 我可没有 我可没有带那些什么皮的那种 我还买的是很可爱的 买了一个绿的 一个绿的一个粉的 一个蓝的一个粉的 然后我就给我们 因为我们组女孩 好多都穿的那种短裙 都给她们一人发的 哎呦 都种草了可开心呢 比较开始的时候 不是 我们还能穿光腿神器呢 嗯 嗯 嗯 那又能带买跟你不一样 买笔只能穿两层 你只能穿一层 我们在家肉色丝 那我们的 我谁都没有 我叫蓝笔 哭我别 那什么是我有 但是对方没有的技能了 我舌头能捧着鼻尖 我不干这种事 你有什么呀 我没有的 我会踢球啊 我也会踢啊 踢球谁不会啊 跟我一球也能踢 嗯 我会下围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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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会 嗯 你唱歌好听 哎 我会唱京剧 这个可以算是一个技能 嗯 对吧 嗯 结果蓝笔说我也是 我也会 那如果有一杯饮料的名字 是李蓝笔 有一杯饮料的名字 是牛飞峰 你们觉得对方味 是什么味道的呢 蓝哪一味的 为啥呀 蓝吗 咸咸咸咸咸咸咸 白茶 白茶 明天早上 蓝笔 我要煮白茶了 你喝吗 每天就问我喝茶吗 喝茶吗 因为天气冷 想让它暖暖身子 那如果灵魂有颜色 你觉得对方是什么颜色呢 彩虹色 带青色 带青色 就是感觉就是 这个还得你们得找出 带青色的图片放旁边 要么他谁 大家不知道带青色 有什么颜色 我知道 就是很干净 然后很素雅 整个人又淡淡的那种 但是就是也会有一些小的颜色点缀在里面 是不是 嘅 确实 你家养猫啦 刚养的 猫的名字 牛逊风的猫 嗯 没错 回去就改名 嗯 叫啥啊 你问 问你的妈人家 我真不知道 我不让你家养猫啊 就刚养啊 刚刚养 对刚到家里 那就是刚刚的猫 你画下一个 说出南迪曾经染过的一种发色 他在沙青的时候 说他想染过粉红色的头发 是吧 被我制止了 他就没有染成 他好像染过一次奶奶灰吧 那叫 不是奶奶灰 不是什么 那叫紫灰色 任意说出 刘老师同兴时期的一部作品 叫我女 那个不是我的作品 那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我只是过去玩一下 那不是你也演了吗 也行 倒是参与过 这个也没有办法说不 那刘老师任意说出 南迪同兴时期的一部作品 富士山居图 说错了 还有居士富山图 富春山居图 刘老师的粉丝名字 牛面 对 对对对 嗯 那问 牛老师说出 南迪的一个外号 李铁 李高 李铁怎么来的啊 我估计怎么能量 文体不分家 那个体育圈有个李铁 是吧 我们 牛肋圈有个李高 行 嗯 说我系谁 开机时 牛老师穿的衣服颜色 黑色的吗 倒服吧 哎 嗯 嗯 对对对对 说我系谁 开机时 南迪穿的衣服颜色 南迪穿的是一个 小白色的毛衣 是 完了上面有反正粉红色的裙子 不是你全都说差了 嗯 我穿的是西装外套 对 第一个要唱出还有我的歌曲 还我不认识你啊 还有我 我不认识你啊 哦 你自的 我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 还有你的 我也不知道你叫什么 对啊 你也没有做介绍 来 输了的有惩罚吗 嗯 我就是我 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还还没到意识呢 我就是 啊 啊 他比大家比较像是 我就是我 哈哈 我 我来换一个不想肯定 就在几百年期 哎 哈哈 哈哈哈哈 我唱完了 嘿 但是蓝体唱的也对 第一局蓝体胜 五秒内唱出还有谁的歌曲 五 四 三 二 一 谁把我管嘴 谁让我流泪 可以可以可以 第二次 我把谁管嘴 谁把谁管嘴 你把我管嘴 谁 你让谁管嘴 别人提醒你的不对啊 再来啊 再来 谁啊 谁 这次谁的唱时就赢了 谁是谁的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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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来到我身旁 谁先说的 谁先说的 西天群星 感觉是你老师说两个 你还说一句 就这么随便吗 这有游戏 这个就还不好 没有表情还难吗 小雨 你是你朋友吗 怎么办 我笑出眼泪了的 好 小替天笑着 你要不得摘一点 其实刚那歌的配音是我配的 我想想有什么秘密 这个歌吗 双眼皮贴 因为我的眼睛 不不不 你这个在镜头先展现过 刚才你那都立下 这我要是不立 大家也不知道 这不也算小秘密吗 什么 就让大家不知道吧 他们在环境就出了 对 所以你也得 做一个秘密 那你就直接别玩游戏了 我俩一个说一个秘密 不就好了吗 捡了一块石头 结果发现捡了那块石头 在新疆当时 回来回到北京以后 大概这么大 那块石头 现在我去鉴定了一下 还不错 别人不知道 怎么了 你只要能把那石头卖了 给我们现在在场的姐姐们 一人发点 把那石头钱平分了 我们就算了 这多少钱 保守估计的话 是五万块钱往上 就是你是怎么捡到的 就是 我拿手捡的呀 就是你是怎么觉得 就是他了 我要捡他 感觉 这个是平时的那些 平时的了解 然后去观察 然后就突然间感觉到 那个不错 平了几十年的生活经验 哪有几十年呀 那是我老师发识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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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